好,來到第一課的重點重溫 這一份是Reficient Note 我們溫這課的時候有幾樣東西是需要留意的 第一個是Deficiency Disease Energy Values Fate of Being Excess Examples Food Sources Food Tasks 和Meng Functions 這一堆的DEFG STU 麻煩大家記住它 因為七種的食物成分你都要學的 先講第二 頭四種 它們全部都叫做Primary Food Substances 第一個是Carbohydrates 記住,不要當是Carbon 轉去中間是沒有N的 碳水化合物 不吃 不會有Deficiency Disease Energy Values 是17 吃得太多 過多的時候 會變成脂肪 在身體裡面 Examples 它是其中一種碳水化合物 在中三 我們會學Glucolose和Starch 去到Food Sources 是食物的名字 譬如說 飯 包 Nudios Vegetables等等 都是食物名字 至於Food Test 我們可以做Glucol Test Paper 會由黃色 轉為綠色 這個是其中一個做法 如果你想測試是否是Starch 也可以用Iodine Test 它的作用 作為Main Energy Sources 是最主要的食物來源 能量來源 所以我們吃飯的時候 都是以碳水化合物為主 好,第二個 Proteins 蛋白質 若果是不足夠 Deficiency Disease 是叫做Crushyorko Crushyorko 中文叫做蛋白質缺乏症 蛋白質缺乏症 若果你吃不夠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有些問題 譬如說你會生長得比較不好 你的肚子會脹了 Swollen body 或者手手腳腳 會變得很瘦 Energy value是18 然後過多的時候 去到肝臟會在肝臟 會Broken down 弄爛它 變成Fat 然後它就會離開我們身體 沒有用的部分 是會離開身體 Fleurine 即是透過柯尿的方式 好 那另外 去到隔離的部分 那就是說 那我們有什麼food sources 那就是說 我們有些食物名 譬如你會跟我說 雞蛋 牛奶等等 或者如果對於Vegetarians 即是對於素食者來說 是特別重要的 那素食者 因為其實它很少吃肉 所以這一個可能是它唯一的蛋白質來源 那要用蛋白質很簡單 做一個Protein Test Paper 按一按下去 好像Gluco Test Paper 那樣 同樣的顏色轉變 那如果食蛋白質下去有什麼用呢 用途幾個呢 第一個 它呢 是給我們身體去growth and repair 去生長 去修復我們一些身體組織的 那第二個 少些用途的 我們是香港人很少用的 因為 Only When 即是說 只有當 Carbohydrates 和 lipids 用完的時候 才會提供能量給我們的 那到第三個了 Fats 那Fats的話呢 它的作用呢 是 遲下再說 那現在比較重要的 記住它是39kj 世界K大加J 那它是過多呢 就直接存在我們 Under the skin 或者 Around internal organs 的 那這個 經常都叫你們記住它 就是在內臟附近 好 然後 去到旁邊呢 就是講 它有什麼種類 例如 Oil 和Fat 吃哪裡吃到 一些油肥膏 即是 Fatty Meat 那我們都會做一個試驗的 那方式叫做Grease Board Test 一會兒會再講 那另外 它的作用幾個 作為能量的來源 作為食物的儲備 作為食物的儲備 Food Reserve 亦都作為一個 insulator to keep us warm 作為一個 鑽體 讓我們沒有那麼容易 散失體溫 那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shock absorber 去吸震的 那 如果你不記得 就寫下 吸震 那 那 讓我們身體 保護內臟 還有一個 水 水其實比較少巧 記住 水開始學的其餘 所有食物成分 都是沒有能量的 所以 Energy Values 是零 然後 它可以作為Solvent 可以一個溶劑 等身體上面的東西 可以溶解在這裡 那 另外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地方 給一些 chemical reaction 作為反應去發生 那 亦都作為 血液的一個成分 去運送 不同的物質 亦都幫我們身體 去調節體溫 那 這裡 寫一些中文給大家 那 regulate 保護 temperature 是指調節體溫 温 温 温 那 作為血的其中一個成分 做一個溶劑 做一個溶劑 好 那去到下一半 學第二種 那這裡 Vitamins 裡面 學ACD 都是 分別有不同的 deficiency diseases 不同的病 那 包括了大家 麻煩你真的要 轉熟它 light grinders 啊 夜盲症 那如果有夜盲症的話 會怎樣呢 就晚上看不到東西了 那 我們都是發現 所有的 維他命 都是沒有能量來源的 食太多 沒有什麼事 暫時都 我們中三學 沒有什麼examples 那 我們看看 那 在這裡 大家都是 如果你不懂中文的 都請你抹下 夜盲症 Scurvy 是懷血病 recast 中文我不懂 怎麼讀 好 那來到這裡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 如果我們吃什麼 是會避免患上夜盲症呢 那你可以選擇去吃的東西 包括這些 譬如說你可以吃 Fish Lover Oils 啊 魚肝油 喝奶啊 吃這個 紅蘿蔔也可以 它可以幫我們眼裡 形成一種色素 讓我們在 一些暗的環境 都可以看到東西 至於維他命C 維他命C 如果沒有的話 那種病是Scurvy 那如果Scurvy的話 我們 有些方法避免的 譬如說 我們可以吃多些 Green Pepper 就是一些青椒 或者吃橙 吃檸檬 吃奇異果等等 經常會考的 DCPIP Solution Test 那換句話 就是用一隻藍色溶液的 那如果你滴得越多滴素 才能夠令到它 這隻DCPIP 雪溶液 退色的話呢 就是說 它的維他命C含量 是比較少的 越多滴素 維他命C 越少 越少滴素 維他命C 越厲害 有什麼用呢 其實幫我們去做一些 傷口的癒合 RUNES是介紹傷口 RUNES是介紹癒合 傳癒 那也都能夠令到我們的牙肉呢 和我們的皮膚呢 是健康的 好 至於維他命D 那如果你沒有了它的話 那個病叫Riccats 那記住有個S在這裡 那這個病最特別就是一隻O型的O-shaped legs 一對 一隻 那我們說它還有什麼特別一點 就是說 我們都可以透過陽光可以吸收回來的 那曬回15分鐘左右 亦都可以吃東西 譬如說又是魚乾油 那有什麼用呢 幫我們去Uptake 就是吸收 幫我們去吸收鈣質 在腸裡 沒有了它的話 你吃多少鈣質下去都是沒有用的 那它跟鈣質是相互相食 因為鈣質呢 是作為其中一個骨頭的主要 和牙齒的主要成分來的 那同一時間呢 都幫助我們Blood Coating去凝血的 好 去到Minerals 那我剛才說Riccats 那現在剩下anemia 中文叫貧血 那如果我們吃些什麼會有呢 那主要都是吃些牛肉 肝臟 Spinach 就是椰 是不是叫椰菜 不是叫菠菜 對 Spinach那裡都會有的 好 那幫我們身體去 就是一種色素的 它做血紅素 英文叫Hemoglobin 那它就會在紅血球那裡 幫我們手去戴氧的 那所以沒有它就不夠氧氣了 好 那然後到最後一個叫Dartrate Fiber 試食纖維 那如果你吃不夠的話會便秘 那嚴重的 都可能有問題的 吃下去目的為了 噢 那學了這個字 Phesis 中文叫糞 那令到便便是可以繼續軟 那也可以幫我們去刺激餘毒 Stimulate Peristalsis 好 那重溫的七種食物成分就是這樣 好 去到後面了 那就是一些food test 那這裡大家小測 測過了 那總共都是幾種不同的test Google Test Paper 由黃色轉綠色 如果有的話 沒有的就不轉色 Starch 我們用Aldine Test 那如果是Aldine Solution 就會由黃色變成黃色變成黃色 那這裡有個做法 有時候會問你的 那就是怎樣做呢 很簡單的 我們加一滴 在那裏 Antic 那這個 外交變成黃色變成黃色去食物那裏 那如果有去觀察一下顏色改變 那若果有starch的 那就會轉成 brown to blue black 好,第二個,我們叫做 驗一下它有沒有油 所以就叫做gray sport test 游積測試 那游積測試是怎樣做呢?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們會把filter paper 類子上面有一個 permanent translucent sport 恆久的半透明點 好,那若果我們做觀察的時候 我們實驗有兩種做法 若果它是液體的 放一滴進去,加一滴 放哪裏? 放一個filter paper 類子上面 那我們等一會 譬如你等三十分鐘,二十分鐘 等它乾了 整張紙 那我們去觀察 怎樣觀察呢? 在燈底下,under the light 那若果它是有fat的 會有恆久的translucent sport permanent translucent sport 在哪裏? 在將filter paper 上面的 好,那若果是solid food 我滴不下去了 所有步驟一模一樣 是第一步不同 那就是rub上去 敏上去的 那protein 測試方法 跟glutose一樣 Vitamin C的方法 我們用DCPIP solutions 一個非常常考的 那再說一次 那通常呢 是放在test tube上的 那我們然後呢 是慢慢滴一些 維他命C 或者果汁 進入test tube 那如果根據這種玩法的時候 再說一次 越多滴 先自轉色的話呢 那就是越少維他命C的 那如果越少的果汁 就能夠令到它轉 由藍色變成carlis的話呢 那我們就叫做 它是比較多維他命C的 好 那然後呢 最後一版 energies 其實怎樣會肥 怎樣會瘦 那第一個 就是energy intake 輸入的 若果是多過energy need 有時候考試會看到這個字 energy requirement 兩個字是一樣意思的 energy use 用了多少 用了多少 這兩個字 一樣意思的 那 我們通常都不比較 最重要是會看題目 自己轉就轉 energy intake 和energy need 就夠了 好 首先就是講入多個出 那 energy intake is larger than energy need 那我們就發現有過多excess的能量 excess是解過多 過多能量呢 會怎樣呢 變成脂肪的 那坐在哪裏呢 之前學過了 under the skin 或者around the internal organs 然後你就會增肥 經raved 好 那如果我想減肥呢 那反過來 我們要你的energy intake 是小過 你的need requirement and use expandature 那我身體就會用身體上的脂肪 在哪裏呢 本身是store 儲存在under the skin 或者around internal organs 在內臟附近的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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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lose wave lose wave 就是減磅 換句說話就是輕了 好啦 還有學到的 在第十版的頭 好像是 有不同的因素 是會影響我們能量需求的 因素 影響能力的need 需求 包括了第一個 第一個 年紀 第二個性別 男人勁的女人 level of activities 有幾個字要學 包括了 labour goulay construction workers 地盤工人 和athletes 都有一些需要用多些能量的職業 來的 最後 身體狀況 那 懷孕的婦女 pregnant women 和breastfeeding women 母與胃部的媽媽 都用多些能量的 好 最後啦 背了balanced diet 均衡飲食的 一個定義 那 需要包括了七種食物成分 all the food substances 那 也是要 合適的份量 合適的比例 這個比例是怎樣做呢 參考這個food pyramid 食物金字塔 那這些字幫我串進去 食得最少的是油鹽糖 食得第二少的是奶類製品 肉類 蛋 豆 然後食得比較多的 vegetables and fruits 那食最多是 cereals and grains 那這個第一課呢 重點就是這麼多 然後你可能還要留意其他認識技巧的筆記 就這樣